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涉及1950年以来在法国境内遭到圣职人员侵犯的数十万起案件 以及多位教会领导人在处理这些案件时的疏失沉默和包庇 教宗方吉克10月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的活动中表示 这是我们羞愧的时刻 法国中尉主教和修道人员委托21人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针对法国教会内性侵犯未成年人的情况 进行长达两年半的调查后 10月5日在巴黎公布报告指出 从1950年开始 法国超过21万人遭受天主教斯多和修道人员的侵犯 里昂教区普雷纳神父的受害人 也是自由之声协会创始人之一的德沃 以受侵害者的名义在记者会中悲痛而愤怒地表示 感谢委员会的工作 他称之为为公众利益所做的牺牲 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索北表示 这份报告的基础是许多证词、研究和档案数据 报告内容十分详细 但不能说是毫无遗漏 委员会推测1950年到2020年期间 在法国摄入恋童罪行的斯多和修道人 约有2900人到3200人 但这个估算是片面的 一项全国调查显示 在法国总共有21万6千人 遭受过天主教斯多和修道人的侵犯 误差值在5万人左右 假如包括平信徒施加的侵犯 推估的数值攀升到33万人 而且八成是少年 所谓要求做出有力的行动 包括承认过往的行为 以及在培育和圣招分辨方面 采取预防措施 这项报告也列出了45项建议 法国主教团主席德木兰伯福尔总主教 承认教会内暴力规模相当惊人 受害者的声音令主教们深感重创 慌乱不安 但他们称许得获坦率说实话 法国主教团保证将投入时间进行了解 并得出结论做出行动 法国男女修会联合会主席马格隆修女 在记者会中表示 对报告所呈现的情况心痛不已 羞愧万分 他表示 教会会和其他机构携手 对困境痛下争辩 教宗方济各在了解以上情况之后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他痛心地表示 现在宣接 wol冤主席马甲 打谢cze月 我的悲惧 我的悲惧 啊 我悲惧 冡苦 是 苦痛 准识 也没有 污尔 叶咱节格 予领 所互 身 seminars 受伤运者 受伤 deu Guru Passicurando loro la mia preghiera. E prego, e preghiamo insieme tutti, A te Signore la gloria, a noi la vergogna. Questo è il momento della vergogna. Incoraggio i Vescovi e voi cari fratelli che siete venuti qui a condividere questo momento.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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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为确认祂是一家为全家 教宗方基各11月4日在范立冈将府大厅 接见了出席信仰与科学会议的宗教领袖和科学家们 全体与会人士签署了一份联合呼吁 敦促推动照料共同家园的各项教育和培育进程 并一同商讨对迈向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共同期望 台湾的新道法师也特别派代表与会 全体与会人士签署了一份联合呼吁 在所阐述的观点中 也包括有待发展的促进照料共同家园的各项教育和培育的进程 大家的共同期望将目标锁定在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2号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会议 教宗表示 在今天的会议本着兄弟情义的精神聚集了许多文化和灵修思想 教宗为反思这相互间的合作关系提出了三个关键概念 一 相互依存分享 每个受造物唯有依赖其他的受造物才能存在 为彼此服务而相互补充 二 爱的动力 教宗强调 每个人爱护他人和环境的承诺 应该不断受到爱的动力所摧破 信仰和灵修传统能做出重大的贡献 三 关于尊重的使命 教宗说 我们必须尊重受造界 尊重近人 尊重自己 以及在造物主面前持有尊敬的态度 信仰和科学也应该彼此尊重 无法清零现场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创办人台湾的心道法师 则在会议上以影片向世人呼吁回归灵性 简朴生活保护生态 将武器资源转用于灵性生态教育 会议结束时 教宗方基哥将一罐泥土倒在一棵橄榄树的脚下 这棵树将种植在梵蒂冈花园内 代表心道法师出席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国际事务部主任 马力博士也为现场的橄榄树覆盖土壤 10月5号上午 教廷驻华代办家安道蒙席 也受邀参加世界宗教博物馆举办的 迈向COP26气候峰会联合呼吁成果发表会 并肯定心道法师在气候变迁议题上的贡献 教宗邀请各宗教携手发展全人教育 教宗方基哥与世界各大宗教领袖 10月5号在梵蒂冈出席主题为 宗教与教育迈向全球教育契约的会议 教宗在讲话中呼吁 敦促所有教育人员投身于对话 探讨我们此刻如何塑造我们地球的未来 为了促成改变 教育进程的目标必须是培养新的普世团结精神 建设更慷慨好客的社会 10月5号的全人教育会议上 教宗方基哥敦促所有教育人员投身于对话 探讨我们此刻如何塑造我们地球的未来 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有爱 我们就必须教导年轻世代 不论彼此之间的差异 去接纳欣赏并爱护每一个人 教宗采明教育的基础不仅必须是认识自己 还要认识弟兄姐妹 受造界 以及认识超信的天主 以教导生活中更伟大的奥秘 告诉青年那赋予生命意义的真理 谈到宗教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 教宗注意到某些有害的实践方法 有时候会扭曲宗教教育 包括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 歧视少数群体 不尊重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的权益 以及容许糟蹋受造界 然而我们此时此刻承诺要和睦共处 捍卫所有人的尊严与权益 爱护并照料受造界的一切 最后教宗强调 各大宗教传统 向来在教育上扮演主要的角色 从教人世次到高等教育 而今渴望能重新肯定自身 促进全人教育的使命 推广智力双手心理和心灵病重的教育 成就全人和谐的美妙 教宗方济各将于近日在梵蒂冈 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拉开序幕 10月17号地方教会各教区 也将举行开幕仪式 会议期间 教会邀请全球的信友 一个也不漏地尽力参与 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秘书长 成科神父 要我们向亲朋好友 怀着喜乐的心 以一同搭游览车朝圣的方式去参与 教宗的任务是带领教会 牧养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天主子民 因此会有定期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把天主子民的需要 让教宗清楚了解 并能给予适切的关怀 为了明白全球信友的信仰深度 教宗这一次会议则邀请全球信友 一个也不漏地接受咨询与辩明 希望透过这份整合的结果 让天主圣神 藉由信友启示真理的话语 共同为教会指引光明的道路 台湾主教团秘书处 秘书长成科神父 则告诉我们 要如何参与教宗的邀请 怎么参与 其实很简单的 如果大家有去朝圣过 我们都会几十人 坐一部游览车 那么上车慢慢的话题 会谈我们朝圣的地方 当天的节目 然后可能私下 分享一些生活上 信仰上的话题 也会聆听别人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重点是我们要坐在 同一部游览车 因为所有的讨论的议题 方法 总秘书处 已经给了很清楚的一些文件 跟指示 这些文件我们会翻成中文 慢慢地会供大家去参考 如果我们带着这种的 好像朝圣的态度 大家同坐也不游览车 而且是开放的态度 因为去朝圣的可能一些 素不相识的弟兄姐妹 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教会才能够真正地体现出 他真正的样貌 也是教宗希望知道 在每一个地方教区 天主圣神有什么话 要对他们说 所以主教们会把这些不同的 那些辩民的咨询的结果 整理出来 做成一份报告 慢慢这些报告 也会成交到教廷 好让教宗在他的主教 弟兄们的协助之下 知道圣神今天在全世界 有什么话对他的子民要说的 让教宗能够辨明 也听从天主圣神的声音 带领教会 自教宗方基各宣布 下届的世界青年日 在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举办 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原定2022年8月举行的 里斯本市清延后一年 将于2023年的8月1号到6号举行 选定的主题为 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 里斯本克兰门特书记主教表示 期盼在这22个月期间 是为所有人的一段扶船时期 目前葡萄牙的21个教区 和400多位义工 已经为活动做最妥却的准备 Lisbon 2023 Are you ready? 天主教海员宗会 这是一个特别为海员服务的组织 全球各大港口都有海星海员服务中心 为海员及其家庭提供关怀 在台中教区苏耀文主教的支持下 2011年的1月 在台中港成立了海星海员服务中心 展开了对海员的牧林计划 今年是天主教海员宗会成立100周年 台中区特别在坛子天主堂 举行感恩弥撒 10月3号上午10点 天主教海员宗会Stella Maris 与台中教区坛子耶稣圣心 和圣母玛利亚五殿圣心堂 举行庆祝成立100周年感恩圣祭 由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 李克勉主教主理 台中教区苏耀文主教 移民观光莫林委员会执行秘书 陈志仁神父 将右中神父共计 李克勉主教在讲道中表示 很高兴我们聚集在这里 庆祝Stella Maris 成立百年庆典闭幕式 海员宗会于1920年10月4号 创立于英国格拉戈 原来是Apostorship of the Sea 于去年正式更名为Stella Maris 透过海洋之心 圣母玛利亚的转求保护航海人员 海员宗会隶属宗座促进人类全体发展部 负责提供海员们墓林和关怀 经过了一百年 海员宗会的关怀与服务事工 已经成长并适应海运业不断的变化 仍然坚持最初的使命 要向那些在海上工作的船员 彰显基督的福音 弥山后 苏主教简单介绍海员宗会 Stella Maris源自于拉丁语 意思是海洋之心 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员 渔民及其家人最喜欢 对圣母玛利亚的称呼 服务事工遍及五十多个国家 约三百个港口 有三百多名司多及数百名志工 进行船舶访问 聆听海员的困难 提供精神和物质援助来协助他们 李主教代表宗座促进人类全体发展部 全球海员宗会主任 Father Bruang 普世光神父 致赠感谢奖牌 与立委邱显志 杨淑林律师 对他们弃而不舍 协助解决海员及羽工们面临的困境 表达由衷的感谢 围着蛋糕唱着生日快乐歌 大家也互相期许勉励 继续为海员和渔工们 这个跨越国籍宗教的关怀与牧林服务 一起努力 圣家县女传教修女会 10月6号上午举行修会成立 111周年庆祝感恩弥撒 圣家会主要在台湾 中国及澳洲等地 从事唐区医院 孤儿院 麻风病院等牧林工作 以纳扎勒圣家为楷模 服务广大的信友及大众 创立于1910年的 圣家县女传教修会 10月6号在景美会院 举行111周年会庆 在弥撒开始前 有主祭中安柱总主教 和伯科伟神父 郭杰林神父 以及六位共祭神父 带领着修女信友们 一边送唱献给圣母的 一朵玫瑰花 一边向圣家太相的圣母献花 祈求圣母为修会 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工作转导 主里的台北总教区 中安柱总主教强调 祈祷是现身生活者最大的事工 耶稣亲自在山中圣训 教给我们的经文 天主经 就是所有祈祷经文中 最美好 最完整的祈祷方式 以口诵念 莫存心中 透过七个祈求 带领人们直通 天主胜负的慈爱之心 中总主教在讲道说 那祈祷也不一定是全部都是赞美 有的时候你也抱怨 或者是你有好多的冤屈 你就跟天主来诉说 你来讲为什么是这样 天主你不公平啊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生动的祈祷 所以这个约纳呢 他就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天主不了解很生气 天主说你应该生气吗 他说我要生气啊 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啊 所以一直跟天主在交谈 但最后呢 他一直顺服了心 对天主我感谢你 你的安排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感谢天主 我们还是强调 我们在修会里面 就是工作祈祷 很用心地去做 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很虔诚地来做祈祷 目前已去高龄的 圣家县女传教修会的修女们 多数从职场退休 但在台北高雄及雪梨会院 均设有宿舍 由修女们管理辅导 提供旅居他乡的游子 有一个家 让他们能专心向学或工作 充分地发挥圣家的本色 总会长杜金焕修女 在致谢词时强调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我不可能像我爸爸活102岁吧 他还比我更健康 更有体力 真的我服了他 但是无论如何活多少岁都不要紧 只要今天还在 我们就完全要总共时间珍惜生命 好好的为爱天主 为爱人 圣家会对中国大陆的耕耘始终不断 目前来台就读神学院 念研究所的韩维叶神父表示 这两年多来真的是受到了圣家会 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所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 在我们各自的领域里面 都在尽兴地去写作业 都在更好的在来学习 也为的是能够更好的去 回到我们各自的教区之后 在各自的岗位上 都能更好的去为教会服务 如同圣家一样 能够把各自的堂区 各自的教区都能够变得像圣家一样 能够在天主圣三内 能够有一个爱的一个果实 也能够把团体能够建设得更好 与圣家会密不可分的 圣家善会各分会代表 也一同参加弥撒共荣 虽受疫情的影响 但团聚是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 弥撒后 兄女们不论年龄 都不失赤子之心 忙着要求中总主教与他们拍照 也拉着与会神长 信友 一个都不可在尽头之外 兄女们以圣家的精神 展现出家庭相聚浓烈的情谊 耶稣会总会长苏萨神父日前任命 现任香港思维禁运院长的董则龙神父 11月1号开始担任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职务 董神父出生于澳门的非天主教教友家庭 受到大姐加入圣医会的影响 1981年9月接受洗礼后 也开始考虑圣昭 1990年被耶稣会接纳开始初学 2000年6月在澳门禁夺 董则龙神父除了担任香港思维禁运院长之外 也常到大陆带领毕竟 做培育灵修的辅导 目前也是耶稣会香港团体院长 在原耶稣会中华省会长周守仁神父 被教宗方基各任命为新任香港教区主教之后 耶稣会特别临选董则龙神父 接任省会长职务 慈幼会来自香港的吴辛豪神父 多年前在协助同性恋者做心理辅导时 遭纵火事件波及 烧毁了俊美的面庞和手掌 经过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 开刀与教友们悉心的照顾之下 吴神父非但没有抱怨 反而非常乐观地表示 外表不是传教的障碍 而是种见证 因为健康的关系 吴辛豪神父 11月3号在台北过失 包斯高慈幼会来自香港的吴辛豪神父 于10月3号下午一点回归主怀 享受79岁 吴辛豪神父出生于广东韶关乐昌 1962年于香港慈幼会修院发出院 1984年 奉派至台北圣若望包斯高天主堂服务 在多年前的唐区服务 协助同性恋者做心理辅导时 遭受纵火事件波及 烧毁了俊美的面庞和手掌 吴神父非但没有抱怨 反而非常乐观地表示 外表不是传教的障碍 而是种见证 我们教会的成绩也好收到也好 尤其是我们持有会 就教我们时时面对死亡 不要怕痛苦 不要抱怨 有机会享受 也不要说好无知识 变成了面对这样的情况 虽然我们想都想不到 但这个抗拒和害化的心 当时真的没有 吴神父一生爱主爱人 热爱耶稣圣体 笑爱圣母 忠于教会 热爱修会和青年 以礼仪和圣月 为教会及青年热心服务 生活会是持有家庭成员 及信友们的钦佩和爱戴 吴欣豪神父的殡葬弥撒 定于10月11号上午10点 在台北圣若望包斯高天主堂举行 敬请神长 主内弟兄姐妹们 及生前好友在主前代祷 祈求仁慈的天父 恩赐他 勇享天福 教宗方这个十月份的祈祷议象 呼吁众人多加祈祷 辨明天主的招教 天主招教我们成为传教士 以面对人类和教会的挑战 这节新闻的最后 我们和教宗一起祈祷 真理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因此之后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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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了 li category 也只是照相互及若要, 徒弟的 永恒甚至习光洩 做法,会,会,会,悉事,每天,每天都有 做一个常識的六世 让人 toujours领感到他使命 如果 Catholics你摇拖, 如果没有人,如果人家做事 因为 Christ你独行 其他的こと容易与到不足 而你悉感到你的生活 竟然感到不幸 要悉感看 这种意識 这些人的信息,我们想问,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在这些人的爱和人们都在这些人的关系, 我们想要求,不良好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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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和女士 所說 我認識 Jesus 我也想知道 兄弟弟 我們要祈求 每個祖父 都在祖父母 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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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母